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在读世诗记 我鼓励你真的打开圣经一起读 我们一章一章往前读 诗诗记里面记载了12个诗诗 在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立国之前 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每一次有困难他们呼求神 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 一个诗诗好像一个民族英雄一样 带他们起来抗暴 带他们起来对抗 然后经历神荣耀的恩典 这12个诗诗当中有6个 就是提到了一下很快的就过去 几乎没有谈到什么他们的事迹 另外有6个 有比较多的记载 他们的事迹 好像我们之前讲到厄托涅 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 在诗诗记里面比较多记载的 一位诗诗叫做以户 以户这一位诗诗的时候 一样的 他们在国中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在那个困境当中 他们呼求神 神就兴起了以户 以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圣经里面讲到 他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 你知道上帝用这个人 上帝用每一个人 用他的个人特质 神用各式各样的人 神用小大卫 大卫很懂得牧羊 因为他以前就是个牧羊人 所以他会写诗篇23篇 他作为一个国王的时候 他有一个牧者的心 为什么 那是他的背景 那是他的个人特质 神也使用你 神不论你是怎么样一个人 神都可以使用你 神使用你 神用你的个人特质 神用你的背景 神用发生在你身上的 每一件事情要成就 他使用你所做的事 即便有一些个人特质事 你曾经常讲说 我真的好不喜欢这样 我为什么这么矮 我为什么这么胖 我为什么这 但是我要告诉你 神给你的个人特质 每一样神都可以使用 或者你说 为什么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 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事 每一个神都有 以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一个特质 他就是 我们用今天话来讲 他是左撇子 他是左手便利 别人都是用手 右手写字 右手囊 但是他是左手 他左手比右手更利落 这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小时候会不会觉得 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 为什么别人都是右手拿东西 很方便 我是左手 也许他也会觉得说 我好希望我跟大家一样 可是他就是不一样 然而这个不一样 你问我往后面去看 神用 神使用它 谢谢主 其实每个人生命也都是这样 我从小书就念得很坏 我也很生气 我觉得我没有不用工 我不是不乖 可是我就是很多课不会念 所以我留级 我重考 我也很懊恼 我有这一段记录在我的人生当中 但是当我做传道人之后 我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跟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分享 特别是一些书念的不好的 我格外能够跟他们亲近 我好感恩我走过那段路 前两年我得癌症 但是因为得了癌症 我更能够体恤那些在病痛当中的人 甚至他们的家属 因为我走过那段路 神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段经历 每一个特质 每一个你的背景 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 神都能使用